在主要訊息中,又或穆斯解釋群眾壓力所帶來的影響 連這個亦成為所有人的信仰考試 原因,中國人在傳統文化上往往都是先著重自己的利益 所以不同於西方基督教傳統,他們比較願意為一些正確的事情 包括為真理而不作出讓步,甚至是犧牲 所以西方會有大量的傳教士來到中國,甚至在外邦人而言 西方亦有著大量的冒險家、極限運動家等等 他們不會因著別人的眼光而卻步,只會視他們為世俗膚淺的眼光 但是對於中國人,甚至香港人而言,他們的想法剛好相反 他們認為槍打出頭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適時冒者為俊傑 美其名,是三思而後行,謀定而後動 事實上,他們是因著群眾壓力而產生恐懼和協鑼 最終成為信仰上的旁觀者,甚至是只敢偷偷的觀看 就像法利賽人尼哥看舞,在夜間偷偷探訪主耶蘇一樣 這亦是我們甚少見其他教會舉辦街頭報導的原因 因為他們連為主耶蘇公開作見證,宣廣福音亦感到壓力,收不住 大家可以想想,相對二千年前新約教會初期 新約仕途在不同的城市、鄉村、街角中 冒著生命危險去傳福音 因為歷史讓我們知道,在羅馬的高壓統治下 基督徒在一邊受迫迫,一邊傳福音,當中殉道的亦不少 然而神職其事亦隨著他們而出現 所以現時外面的香港普遍教會 是連阿勒的時代新約教會初期的水平亦合不上 然而福音的意思就是要傳給萬邦的好信息,傳福音到地極 更是主耶蘇給予所有基督徒的祝福和大使命 因此,基督教信仰 常常亦提醒我們要在生命中作出行動 並追隨神的時代計劃帶領 打破傳統的框框和界限 挑戰我們是不是願意跟從神到底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能夠理解到 為什麼很多人知道石安教會是好的 有神的帶領 甚至是歷史上前所未見辛苦級數的教會 但是,他們卻從來沒有選擇把真相公開去支持石安 亦從來沒有站在石安的一邊 講石安是對的 甚至,他們更加不會轉會到石安 因為,這個是社會、原生教會、家庭、朋友、同事、同學 所給予他們的群眾壓力 但是,這個成為旁觀者的決定 卻會讓他們在永恆中不停地懊悔 因為,他們不單止錯失了參與新婦教會的機會 損失人生最大的獎賞和價值 甚至乎,他們是錯失了永恆的祝福 變成落地獄 因為,信仰從來不是著重我們成為旁觀者 只是不斷觀察教會的領袖 如何去見擔神的時代計劃和使命 就好像進戲院看出好戲一樣 旁觀完了,拍幾下手掌 就以為自己的信仰可以等同領袖們一樣合格 可以被提上天堂 信仰從來不是這樣 在信仰中,我們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就好像在歷史的舞台中 石安有著自己的角色 要掩護石安在世上的活劇 所以,假如我們只是成為旁觀者 其實,最終卻會錯失自己的角色 錯失成為主角的機會 但卻自以為很聰明 大家可以想想,在主耶穌的時代 無數以色列人經歷過主耶穌行神職 甚至吃過主耶穌的五餅二餘 但是,真正在聖經中留下聖名的 又有多少位呢? 是否這群袖手旁觀 純粹希望得著數,明節補身的會總 還是那群與主耶穌一齊 經歷所有風浪 並且在主耶穌被釘死後 帶起新約教會復興的門徒? 答案當然就是這群願意到一個階段 為信仰而寫命的門徒 而聖經亦將他們的時跡 一一記載在新約聖經書卷 亦正正因為他們在信仰中的行動 讓他們成為當時代的英雄 而到了現時Tuff的時代 其實,神亦是同樣希望這群參與神時代計劃的一群 成為這個時代的英雄 亦因此,神用上眾多的英雄電影 成為指向我們的共同信息 不論是電影Back to the Future, Ready Player One, Captain Marvel 等等 亦是指向我們的共同信息 因為,在神的眼中 他所栽培的石岸就是這個時代的英雄 並且,我們的存在,我們的所分享 差不多十年的2012榮耀派網信息 就是為著鼓勵和幫助別人 成為神時代計劃的角色之一 而不是鼓勵大家一同成為旁觀者 所以,在過去,又說牧師會按真理 責備這群旁觀者 甚至乎,在靈修節目災在契稅旁中 指出這些不斷每日收聽石岸的信息 但卻堅持不轉會過來 不參與石岸教會的基督徒 其實,他們是必死的 因為,或許在50年前成為旁觀者 沒有什麼大問題 他們仍然有幾十年的時間 去作出選擇去悔改 甚至乎,有些年代 例如,好像馬拉基書之後 《舊約時代》的尾聲 神根本就是對整個世代靜默不言 那時,成為旁觀者並沒有問題 因為神的時代信息並沒有被聽見 然而,石岸的出現 2012信息已經讓所有人都知道 神在這個時代的話語 神在這個時代的作為已經出現 這樣,我們還可以成為旁觀者嗎? 並且,神今是今日的信息 就是不斷帶領我們進到一個又一個的動勢中 不斷地成長、蜕變、學習成為辛苦 這樣仍然硬著心 成為旁觀者的話 豈不是與神的信息背道而似 再者,這一刻已經到了末世 是啟示錄應驗的時代 這樣,假如他們作旁觀者的話 他們還有五十年的時間闊改轉向神嗎? 答案當然是沒有 不要說五十年 甚至乎五年都沒有 這樣這個還是繼續旁觀 不作出任何付出的時間嗎? 所以,就好像主耶穌基督的時代 假如成為旁觀者的話 只會喪失他人生中可以擁有最大的祝福 同樣地,在這個終結的時刻 當神明正石安是神時代信息的承在者、分享者 這樣,現時任何人成為旁觀者 亦都是不備許可的 這就是為什麼 當被提的日子 高揚婚宴差不多開始的時候 神要求每一個人亦都要作出行動 至少亦都要起來參與這個高揚的婚宴 大家可以想想 當被提的日子 高揚婚宴差不多開始的時候 在《馬大福音》二十二章的比喻中 讓我們知道 神力在開席之前 猜派天使在茶樓口大路上 去招聚一些賓客回來 所以,顯然地 這個已經是進入了高揚婚宴的最後緊急召集 《馬大福音》二十二章八至十節 於是對博人說 喜宴已經齊備 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所以你們要往茶樓口上去 凡與見的都照來扶職 那西博人就出去 到大路上 凡與見的 不論善惡都照聚了來 現職上就坐門了客 雖然這一個是緊急的時間 然而 神亦都在乎 進來坐職的人 有沒有在主動來到的時候 也主動穿上禮服 《馬大福音》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三節 黃俊來觀看賓客 見那裡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 就對他說 朋友 你到子女來怎麼不穿禮服呢? 那人無言可答 於是黃對示喚的人說 捆起他的手腳內 把他雕在外邊的黑暗裡 在那裡必要哀哭此次了 這段經文 豈不是對於參與者的要求? 也就是說 神不僅要基督徒作出參與 並且對於參與的程度、質素也有要求 因為在高陽分宴中 不同的角色 也有著不同的要求和行動 對於辛苦而言 是要裝飾整齊 對於同女而言 是要有足夠的油 而對於奔客而言 已經是最低的標準 但最起碼的 就是要穿上禮服 所以在這個有石安全在的時代 達到最低標準 成為穿禮服的奔客 已經是最低的參與程度 在這個角度看來 又怎會容許旁觀者呢? 所以在這個時代 作為旁觀者 將會成為我們自己最知名的傷害 這個也解釋了 為何以荷里活方式運作教會 也是最知名的 因為他們 鼓勵及幫助人對教會界 以旁觀的心態看待 而成為旁觀者 但是 當他們成為旁觀者的時候 就等於一個找到理由不參與 但最終成為武村禮服的奔客 從永恆的角度看來 這個又是否一件好事呢? 來到這裡 假如仍然有人認為 在這個時代 只是成為旁觀者 也仍然可以上天旁得大獎賞的話 大家可以想想 其實成為旁觀者 什麼都沒有做的話 我們身處2019年 也可以旁觀主耶穌的一生 藉著讀聖經已經可以做到 不一定需要與主耶穌處身同一個世代 才可以成為主耶穌的旁觀者 就像一套電影一樣 當拍成之後 任何人在任何時間拿出來播放 也可以成為觀眾 成為旁觀者 既然 任何時代的人 也可以成為主耶穌的旁觀者 這樣 只成為主耶穌的旁觀者的話 旁觀主耶穌被釘死 旁觀門徒傳福音 什麼都不做的話 究竟又是否可以得到救恩 可以得到門徒所得的獎賞呢? 甚至乎可以成為救主一樣 擁有祂的能力嗎? 答案當然不行 所以 同樣地 當神將石安放在這個時代的話 對於當時代的所有人來說 是一個天大的喜訊 因為他們可以參與辛苦級數的教會 但對於旁觀者而言 究竟是一大的惡信 因為他們糟蹋了上好的福分 並且最終也要與石安的祝福無份無關 所以 石安就要示範給他們看 他們以為回來參與教會就會吃虧 但他們卻不知道 當他們不參與的時候 必定會錯失在人生的舞台中 成為英雄的資格 走至主耶穌 正是因著奉獻祂的一生 去完成神的時代計劃 這樣 到最終 祂不單單成就了救恩 並且 亦成為了萬世巨星 成為我們的英雄 而這就是為何聖經中提及 我們現在所度過的每分每秒 其實在永恆中 亦都是一台戲 叫世人觀看 這就是戲中的主角 與觀眾的分別 兩者的身份 永遠亦有一個跨越不到的紅溝 兩者所得的回報和獎相 亦當然有極大的分別 所以 唯有成為參與者的一批 才能成為這台戲的一部分 而成為旁觀者的一批 永遠只能成為這台戲的觀眾 而成為旁觀者的一批 成為旁觀者的一批 成為旁觀者的一批 成為旁觀者 aye 現場 趣 有 詞